《经济日报》今天推介光大环境257 选择原因是为达至双炭的目标 内地陆续推出政策去支持环保行业的发展 垃圾处置和发电为主 是一个主要的扶持行业之一 未来几年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 行业首选就是光大环境 市场预期 光大环境2021年将会盈利收入和利润的高峰期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光大环境2021年的盈利 预料会达到75亿 岸年债增长2.5% 公司作为垃圾焚烧行业的龙头 将会显著受惠于未来5年 加快建设垃圾焚烧设施 光大环境自8月以来 表现是跑赢大使 以周线图去分析 该股由去年7月起 在4元以下多次见支持打底 受到职业大动 光大环境8月中 以戴城交向上突破 策略上可以趁后秋收集 建议在6元以下买入 上网7个2回涂虚到5个半 便适宜指示了